我其實蠻感動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小小哽咽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 馬上哽咽 等一下我整理一下情緒 藝人Ella陳佳華出席公益活動 談到自己為童話配音故事的過程 一度哽咽 訪問時直接落淚 故事裡面有一句話 他說如果載有一輛那個馬車 他希望他帶他去 有熟人的地方 然後有公主 有王子還有其他人在地方 Ella鼻子瞬間紅起來 一旁工作人員趕緊地上衛生紙 擦擦眼淚 連續多年關懷孤老長者 但他媽媽日前因為一句 小禎應該不是人妖吧 登上新聞版面 媽媽也是長輩的一種 所以人要做個可愛的長輩 因為 其實說真的 我首先要真的非常 謝謝小禎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善良 很大氣很大度的人 還好小禎說相信Ella媽不是故意 風波迅速停止 Ella也還原事後過程 Ella解釋 媽媽不知道原來這麼嚴重 當下也一直說對不起 希望今一世能長一致 而Ella擔任導師的選秀節目 顏子少年選手小孩 近期陷入感情風波宣布退團 我們也不是當事人 我們也不是當事人 到底這個 事事非非我們也沒有任何人有立場去評斷這樣子 只是當你成名了以後 你就會承受更大的壓力 然後還有被檢視被放大 Ella在節目上曾說不要忘本 記得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小孩如今爆出這風波 他也喊話祝福少年面對難題 能夠正向面對